郑若驊重申 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 中央就国家安全立法系天公地道 对于有人担心 日后会不会以言入罪 他说法例未有细节 要视乎言论的背景 市民不应该过分忧心 小晨晨峰报道 中央决定制定港区国安法 放到基本法附件三 律政司司长郑若驊说 这样做合情合理合宪 中央就着国家安全 去作出一个决定 然后授权人大常委 去作出一个立法 其实是天公地道的事 合情合理也都合宪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中国公民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 应该都是要看着 就着国家安全 是要做相关的责任 我们常说国家兴望匹夫有责 没有国又怎样有家呢 外界担心制定国安法会破坏一国两制 削弱高度自治 高度自治 就是说已经给了我们香港 自己可以制定政策 或者是做相关的事情的东西 才是我们的自治范围 国家安全从头到尾 都不是我们的自治范围 所以就没有影响到 是我们的高度自治这个层面 香港仍然是高度自治 仍然是一国两制 日后批评政府或者叫高官落台 会不会等同颠覆国家政权呢 以言入罪这四个字 其实我想大家都要清楚一点 就不是真的说真的说四个字 就是他是怎样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他跟哪些人说 他的目的是做什么 他做了多少之前之后的东西 所以我想我们看每一样东西 都要整个in context去看 他又说目前未见到法例细节 现在讨论是言之过早 市民亦都不应该过分忧心 有线电视记者险情封不良